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不反思自己 这样的人迟早会迎来失败 《红楼梦》里贾政有个侧士叫赵姨娘 赵姨娘早年是丫鬟出身 被贾政看上 从仆人成了半个奶奶 但她为人刻薄 经常拿奶奶的架势来压人 遇事挑三窝四 搞得家宅不宁 时间久了 身边的人都不待见她 她不反思自己 反而总是抱怨别人 抱怨儿子不给自己长脸 抱怨闺女不给自己撑腰 抱怨凤姐找自己麻烦 不仅搞家了母女关系 还搞崩了儿子的心态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罗振宇说不要轻易抱怨 因为一旦抱怨 就等于是给自己 贴上了无能的标签 只有无能的水手 才会责怪海风 只有无能的裁缝 才会抱怨客户的体型 一个人一旦习惯抱怨 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 改正自己的机会 长此以往只能破罐子破摔 一点点沉沦 王阳明创立新学之后 被很多人污蔑为异端邪说 他的弟子为此不愤 抱怨道 他们根本不懂老师的学问 就妄加评论 王阳明却说 是我们宣讲的太少了 到京城之后 王阳明开始组织讲学 宣扬新学观点 慢慢地追随新学的读书人 越来越多 逐渐形成了与理学 分庭抗理的局面 作家溜溜说 把时间花在进步上 而不是抱怨上 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云云众生 没有谁活得容易 每个人都在腹中前行 几天前 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发了个微博 他说带着女儿去散步 回来途中 突然想起五年前的自己 那时的他 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自己像个无头的苍蝇 完全找不到出路 整天抱怨 好不容易挤进了一家上市公司 但因为自己身边的人都是高学历 自己觉得非常自卑 一度想要放弃 现在好了 心情不好时 也能很快自我调整 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那个城市里有了房 有了个代步的车 有一个基本上 次次考试都能得第一 而且还乖巧懂事的女儿 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同事 同时自己也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每周都会抽时间去学古征 瑜伽 最近还报名参加了 中级会计师的考试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 情绪失控的时候 但抱怨完了 倾诉完了 接下来就应该积极努力地去面对 生活中的一切喜怒哀乐 像我朋友这样 说完了 该怎样 还得怎样 抱怨是一剂毒药 不仅拖累自己 还会传染他人 一旦抱怨成为习惯 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与其怨天尤人 不如反攻查己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提灯前行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才能运凭生活的褶皱 把每一天都过得顺心如意 二 强者不言 作家李孝来 有个朋友叫金光 金光在九十年代 去银行贷款做包工头 因为社会经验不足 贷出来的钱 很快被骗光了 欠的钱很多 以至于金光 每日东奔西走 为还钱忙碌着 李孝来在朋友那里 听说了他的遭遇 知道他日子过得很难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两人在街上遇到 找地方坐下来聊了半天 奇怪的是 金光对自己事情 只字未提 只聊进来的趣事 李孝来开始不解 后来明白过来 他说了又怎样 逢人诉苦又有何用 别人又帮不上什么忙 与其增加别人的谈资 还不如放在心里 自己消化 自己承担 人生不如一事 十有八九 可与人言者 五二三 自己的苦只能自己品 自己的难 终究是要自己度 太宰志在《人间诗格》一书里讲 我仍然认为 向人诉苦 不过是徒劳 与其如此 不如默默承受 只有弱者才会处处诉说 强者都懂得自己去扛 北宋范仲淹 一岁丧父 母亲被迫改嫁 继父对他不好 家里的其他孩子 整日欺负他 长大之后 离家读书 他每日埋头功课 从不懈怠 甚至五年 未曾脱过衣服睡觉 困了就用冷水洗脸 饿了就吃些凉粥 因为穷 很多时候 一天只吃两顿饭 面对着这样的人生 他却从没叫过苦 反而是用自己的努力 一点点改变自己的生活 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小子 成长为宋代有名的宰相 尼采曾说 谁将生振人间 必将身自兼末 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做出一番事业的人 都曾经历过一段黑暗的时光 他们不抱怨 不诉苦 憋着一口气 努力生长 像在地下折腹三年的蝉 将装子笔下三年不飞的鸟 蝉褪去外壳 终会生振人间 鸟准备停荡 便会一飞冲天 酸甜苦痛是人生 百般磨难是成长 人生的所有至暗时刻 都是进阶的前奏 只要挨过去 就能破茧成蝶 光芒万丈 三 智者改变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禅师和孩子们玩抽签征输赢的游戏 谁输了 谁就给对方买果子吃 禅师抽到了签上 写着公鸡 孩子的签上 写着虫子 禅师伸开手 做事前扑说 打公鸡要吃虫子 哈哈 我赢了 儿童却说 嘻嘻 我变成蝴蝶飞走了 禅师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 他大笑说 你赢了 走 我给你买果子吃 在无法摆脱公鸡的情况下 孩子选择让虫子变成蝴蝶飞走 这固然是童言无忌 却歪打正着 摆脱了困局 路随心转 竟由心造 面对人生那些走不通的路 跨不过的坎儿 切莫不撞南墙不回头 水随行而方圆 人随事而变通 敢于改变 善于改变 人生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 明朝江南首富沈万三 曾经跟随商队收购茶叶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 沈万三的货源 总是被人截胡 眼看别人赚得盆满钵满 自己却一无所获 沈万三记上心来 他放弃茶叶 转而收购了附近城镇 所有的竹框 商队收购完茶叶之后 需要用竹框运走 但是却发现附近只有沈万三 这里有竹框 最终不得不用高价 去沈万三那里买框 虽然没能收购到茶叶 但是沈万三依然赚了个盆满钵满 有句话说得好 人的脑袋是一所最坏的监狱 人不是被外界环境限制住的 而是被自己头脑里的思维框住的 思维里没有限制 人生才能不可阻挡 没有一条河流 不管弯就能流入大海 墙推倒了就是门 心敞开了就是路 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 唯有学会改变 才是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的两方 大作家巴尔扎克说 世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 结果完全因人而异 苦难对于天才来说是一块垫脚石 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 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结果 面对生活的苦难 不必远天尤人 不必灰心丧气 从内心去接纳去承担 从头脑去思考去改变 一花凋落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只要你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来 按赞来 按赞来的胶外